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用5个鸡蛋做一款人人都喜欢的美食 非常的好吃 做法也很简单 先把鸡蛋打入到盆中 加一勺盐 再准备150毫升的清水 先往盆中倒入1 3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着准备120克的面粉 一点一点的加入到盆中 一边倒一边用筷子搅拌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的时候 把剩下2 3分的清水 一点一点的加入到盆中 一边倒一边用筷子搅拌 这个清水分两次加入到盆中的作用 可以使面糊调的非常的细腻 没有小颗粒 准备一个平底锅或者电饼铛 先不要开火 在上面刷上少许的油 倒入2勺面糊 轻轻的转动一下锅子 使面糊均匀的摊在锅中 然后盖上盖子 开葱小火煤了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把饼翻一个面 这样可以是两面都均匀的受热 然后盖上盖子再捞一分钟 全程捞至2分钟左右 饼就已经明显的鼓起膨胀 美味的鸡蛋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饼不但弹性十足 而且非常的柔软 凉了也不会硬 非常的好吃 大家可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